今天是元香 我们来做一个简易版的瓷巴汤圆 先把花生米炒熟 炒花生米呢 我们一定要用小火 然后呢全程这样子不停地翻炒 才能够炒出酥脆的花生米 好了 炒的这个花生衣呢 全部变成红色 然后它的表皮呢 已经全部开裂 会啪啪啪啪响 就可以关火了 放凉 再来去掉花生衣 也很轻松就可以去掉 再来把花生衣抖去 然后用饺子去打 好了 打成这样子细小的颗粒就可以了 以前小的时候呢 打这种花生碎都是手工锤 一边锤一边偷吃 因为它太香了 我们再来加一些白糖进去 白糖的量呢 根据自己喜好做调整 喜欢甜的就多放两勺 拌匀 拌匀 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来准备300克糯米粉 加入适量开水和成团 先用筷子搅成絮状 不那么烫手再下手揉 搅好的糯米团呢 我们给它多揉一会儿 这样吃的会更Q韧 然后给它搓成小丸子 烫原搓好了之后呢 我们水开下锅煮 烫原煮到浮起来再煮两分钟就熟了 再撒上花生碎就可以开吃了 今天这道简易版的汤圆呢 吃起来又香又Q糯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